在民進黨的執政底下 可以講台灣變成詐騙之島 這也是台灣之詞 全世界都知道詐騙 台灣響傑 啊打詐勒 這個真的有效嗎 是民進黨留意 紀念跟詐欺集團 咯咯地 大家也看到 長期接受的IMV 詐騙集團的贊助 現在 白後是三個月 外交過一個 那位先生 你的發言人出來說 這個是一個小東西 小事情 大家要請教 你的錢給我們騙你 隨著有時候騙到 你想要去煮什麼 這就做小事情 你跟詐騙集團交配 也沒關係 如果貪污腐敗 是一個小東西 那我們怎麼放心 把國家交給 詐騙 集團 沒有辦法壓制的你們呢 所以 那就是 林里人民的痛苦 很困難 真正的人民 你沒有信到 所以行政院這兩年 這幾年生日的打炸國家隊 打炸辦公室 不但越打越多 花27億 不是都打水漂 難怪檢察官就直接點名 NCC 金管會 事發部 根本不是在打造國家隊中 有發揮他的功能和角色 所以台灣 問的第一位就詐騙 第二的第三個 大家看來 毒品 槍支 包括 我們的黑幫 黑道幫派 所以 我 已經提出了123 整個治安三件 這個治安三件裡面 一打炸 二少毒少槍 三持爆 這是我的傳統 打炸 簡單清除 騙如責怪如故 犯罪所得 也超過一定的定額 無論個人和組織 都加重712分之一 提供人頭的丈夫 再犯 提高刑責 還有二分之一 我一定 用我這一次的力量 從我當警察開始 到現在 一定除了物件 我一定用我的説明 把我們的治安 顧得好寫 我常常說一句話 要對好人好 對壞人 不用客氣 該辦就辦 最深入粉絲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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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PBBS新聞網